我也會受黃家衛的電影影響 例如《花樣年華》裏面穿的旗袍 你不會覺得張萬勇很老套 你不是這樣想 你會覺得他很漂亮 我甚至有法國的客人 都說看過法文版 令很多人認識到香港以前的年代 有點像我們去日本穿和服 希望大家可以 年輕人都會體驗這種服裝 或者外國人來到香港 可以體驗我們本身東方的傳統服飾 我們從2017年開始做旗袍店 本身我們都很專注地做租衣 因為疫症大家都不敢帶在外面拍照 我們就把場地一半的空間 變成一個小小的懷舊房間 大家可以留在室內拍照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女性的象徵 這麼紮身的旗袍 也有一種精神就是 我們女性都開始出來獨立了 其實這個背後的意義 我也很喜歡 我們全部都自己做的 買物料再訂做的話 都幾千元 手工旗袍都會展示女性的身形 需要貼身一點 我們都做了很多個碼 有小碼做到五個XL都有 我們還有一套晚裝系列 所以我加起來 我想四、五百結都有 都很多 越做越多 創業租可能一定是應付客人的需求 其實我經常跟客人說 你甚麼都不用帶 一進來我們甚麼都有 化妝、膝頭、租衣、涉營 都是一條籠包辦 我們的營業把都是幾十元 不算很多 始終都是租金和薪金都佔很多 你可能有一兩個月會差一點 你就不要想著我不行了 一定是會有高有低 你就會不停要跟著時代變遷 我都是以保持的心態 是我們交到租 和出到人、出到薪金 其實已經很好 其實我都說 從1920年代走到現在 其實是一百年 如果一個傳統複製消失了 或者是年輕人都不再承接下去 其實基本上這個服裝會淘汰 就是說拍照、打卡 就是一個風氣 所以用年輕化的方法 讓年輕人先接受 讓他們有意欲去嘗試 我都希望這件事 一直可以用它的方式 繼續演繹下去 我都希望你不停好 我都可以用這個進行 可是我讓你身為人